Hello大家好,我是小夕哥 大家看见我这家伙事了吧 今天我们在家吃大餐 烤羊腿 大家看见这个包装图上的羊腿 是真漂亮,流口水 这还有四个鲜明的大字 烫烤羊腿 这个羊腿是一种内蒙寄过来的 是源自圣洁的天狱 呼伦贝尔草原 如果它要吃内蒙的羊是非常好吃的 我曾经在乎市工作过半年 在那会儿就经常吃顺狼肉 内蒙的羊确实是好吃 而且不山 好像是因为内蒙的羊 它在当地草原上 它会吃一种沙葱 就能把羊肉的山味给解一些 好长时间没吃过内蒙羊了 看看今天能不能解解馋 我们赶紧把它打开 看看这羊腿到底什么样 这就是那个羊腿 商家很良心 还送了一罐烧烤蘸料 闻着真的挺香的 掉下来了这羊腿 这是一个羊腿骨 哇 看着还不小啊 闻着还是很香的 138块钱是855克 大概一斤七八两的样子吧 肉还是挺多的 颜色看着不错 有芝麻 有孜然 芝麻挺多的 但是因为这个羊腿啊 它是真空包装的 所以呢 这种肉啊 看起来不像那种新鲜肉 烤制出来的 更像是那种包装不过的肉 它这个羊肉已经是经过烧烤完了 然后就直接冷冲 回来以后再用烤箱或者微鳄炉 直接一加热就能吃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加热 烤箱150度 10分钟左右 哈喽 时间到了 我们把羊腿拿出来啊 哇 这油 这会儿有点香味 但是香味不是那么浓 不像在烧火垫里烤上那羊腿那么香 闻着油骨羊身味 我们先把这个蘸料倒出来啊 小羊腿骨 烤的都有点焦了这个肉 它这个肉啊 确实不像是鲜羊肉烤出来的 因为它有点那种罐头那种肉质的感觉 大家看见了吗 这种肉 就好像罐头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羊大腿上的这个肉啊 看看这块的肉跟那块一样不一样 它这个肉特别的软 大家看啊 这肉就一扒了就掉下来了 我们也是不蘸料 先跟尝尝 它的肉的味道还是可以的 不太像烤羊腿那种滋杂木骨的感觉 看出这种肉质了吗 不像是鲜羊腿的肉烤的 而像是煮熟了之后 一大块羊腿肉 非常的软 看这骨头 非常的肉 垂骨就下来了 我来块肉蘸它的料 看看蘸了料的羊肉 味道会变一点 它这个料理不光是孜然辣椒 好像还有什么芝麻花生碎了 还有好多东西 所以它不光是那种孜然的味儿 再来块带皮的羊肉 送这个小料微微有点发甜 这个羊腿基本上我是没吃出来这种烧烤羊腿的感觉 煮羊腿的味儿 因为它的肉非常的软嫩 非常的烂 它更多的是这种调料的香味 但是你要说难吃吧 也不难吃 味道还可以 但是你就别把它想象成一个烫烤羊腿 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烫烤羊腿的评测就到这了 我们做个总结 第一 这个羊腿 我感觉它不应该叫烫烤羊腿 煮羊腿还可以 味道还可以 不是不难吃 但是没有一点炭火烤羊腿那个味道 第二 它这个羊腿的肉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喜欢吃煮羊肉的 这个羊腿还可以 就是有点小贵 138 我觉得有点小贵 反正我是不会再吃了 第三 郑重地告诫我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想吃烤羊腿 我还是建议你们去烧烤店吃吧 这个烟羊腿那个感觉还是比较香的 羊肉也比较香 这个还是算了 好吧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小黑哥视频的朋友们 请给我关注评论转发点赞支持一下 想看什么美食评测 请来关注小黑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